中国团执行长宋石显和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王书鹏 今天为这项青年邮展揭幕 他们都表示青年邮展可以养成青年持之以恒的好习惯 更可以充实多方面的尝试 这项为公路总统华旦举办的青年邮展 一共展出了100多位青年收集的邮票300多框 以及日本青年收集的70框邮票 总统肖像邮票是这次展览的主题 其他各式专题邮票也都很齐全